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则 我要介绍的不是VCB REC那一件东西 而是看到一直在右下角的 Cable Color Key这个小工具 这个工具它基本上就是可以 把我们牵出来的线 使用数字键去换颜色 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工具 换的颜色我们可以在这里按右键 在线上面按右键 可以去选择它要的颜色 可以去选择要改变它的数字键 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的输入法 一定要是英文 如果是中文输入法的话 会看到它会变成乱码 跑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是英文输入法 那在这里你也可以右键再去 Add Cable可以去增加这个线 比方说我要9号多一个颜色这样子 那全部设定完 要记得在上半部去右键这里 所以SETTING的时候LARCH要开起来 这样子它才会有作用 再来就是最下面这两个LOD SAFE的勾勾要勾起来 这样子我们才能存档 所以这三个部分都确定有了以后 最后我们在PRE SET这里 我们可以SAFE DEFAULT SAFE DEFAULT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打开它都长这个样子 或者是SAFE AS一个PRE SET 可以在下面看到我这里有一个我的PRE SET 选下去这个就是我现在的PRE SET 那它还有一些简单的其他人的PRE SET 可以改变 这些用的这个触发的按键跟颜色都可以一起变 这样子那我还是习惯用我自己的PRE SET 这个样子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去归纳这些线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比方说像Modulation可能用蓝色 Signal可能讯号可能用红色之类的 这样子 好那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这个是已经在之前每日模组合成器 有介绍过的这个模组叫做PRE SET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整个模组的箱子变可爱的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去每日模组里面找到 或者直接搜寻这个模组的名字 就会看到很多的分享 这个蛮红的 这样子 OK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次的一系列的这个 使用VCV REC内建的模组来做的 跟模组合成器相关的入门介绍 那每日模组合成器我们明天见 拜拜